檢查出來的結果是重要 成功的可能性 但評估下來只有30% 前任病危通知 在手術房輪到我 記得那時候我跟我說你會不會緊張出來 把手動把我接受 我真的是等到那個手術房門 這樣確定我爸媽看不到我之後 我才放聲大哭 哈囉各位我是傅里 那今天要為各位帶來一個新的主題 就是生命鬥事專訪 那這個主題呢其實就是想要去做一個訪問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腎臟朋友 而且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厲害的腎臟朋友 他們在遇到生命的不挫折當中 還是展現他們堅強的移植這樣 所以說我想要做這個專定 就是日後我會去訪問 每一集都有一個專屬的一個訪問對象 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是這個主題的第一期 那當然就是先由我自己本身個人來分享自己的故事 那以下呢會分成五個項目 那第一個就是我怎麼生病了 那我相信這一定是所有人最想要知道的吧 那第二個是我生病之後所遇到的不便 那第三個呢則是我在面對這些生病的過程當中 那我的心理層面是怎麼克服的 那第四個就是我的求學過程 那最後一個就是想要對大家說的話 那最後一個就是想要對大家說的話 那其實我在小的時候大概五歲之前 我其實都是給我的爺爺奶奶帶的 因為小時候就是父母比較忙 把我還有我的哥哥都是給我爺爺奶奶帶這樣 然後印象中我那時候讀到中班 有一天放學回去之後 就是他們長輩發現我的脖子 在這個位置 淋巴的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個腫塊就是有腫起來這樣 當時就是長輩認為說可能是感冒 因為感冒其實淋巴也會腫起來 所以就帶我到附近的一間 算是中型的醫院去做檢查 檢查出來之後 醫生也覺得應該只是一般的感冒 所以就有住院打點滴這樣 然後大概住了20天吧 當時這個波折腫塊有確實有消下去 消下去之後就有出院了 然後出院回去沒多久吧 就又腫起來 在波折的地方又腫起來 然後印象中當時就是腫起來之後 開始有其他的症狀 比如當時雙腳會開始會痛 那個痛很像是抽筋的那種痛 對那時候還要需要長輩幫我按摩腳 因為那時候就是睡覺都睡不好 因為腳會痛這樣 然後時候就又長輩又幫我帶回去原本的醫院 找原本的醫師 然後其實醫師當時也檢查不出一個原因 都一直認為可能是感冒這樣 所以又持續的又接著又住了第二次住院這樣 住著住著 所以我發現我每天的狀況其實都一天比一點早 然後到後面我是會痛到就是 開始連腰椎也會痛 從一開始的雙腳到後面是腰椎都會痛 然後那時候是痛到完全沒有辦法躺下 因為躺下腰部的地方就會痛 後來父母就覺得可能狀況已經不太對了 所以就把我接上來台中 因為我們是台中人物 然後幫我帶到台中的大型醫院 叫做台中龍腫去做這個檢查 我一下很深刻 當時送到急診 醫生幫我們檢查完之後 對我父母說了一句話 醫生說 怎麼那麼晚才把孩子送過來 因為當時檢查出來結果是 二星腫瘤 對然後而且已經擴散全身 當時我們是用那個MRI 二次共振去做檢查 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整個全身 而且腰部的地方是最為嚴重的 當時醫師評估說 開刀成功的可能性 但評估下來只有30% 所以父母其實不太敢做這個手術 對 但因為那時候其實我狀況其實已經很危險了 那時候醫生其實有要我父母做好心理準備 且也有要我父母已經簽了病為通知書 對因為那時候我的狀況已經非常非常的危機了 後來父母因為不選擇開刀嘛 所以我們就選擇用化療跟電療去做治療 所以我總共做了五次的化療以及五次的電療 然後其實如果你現在問我說化療的印象 其實我不太有什麼印象 大概就只有 唯一印象最深刻就是一直吐而已 我當時做化療其實步驟很大 就整天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 然後我的印象最大印象就只有這個 然後電療就是我是在腰椎的地方最嚴重 那時候有一塊很大腫瘤 所以當時就是要用電療去造那個腫瘤的地方 但當時其實醫生有問我父母說 因為做這個檢查呢 會讓我可能我腰椎那一節纖維化 然後可能我從此就沒有辦法展高 這樣 但父母當時其實是選擇要把我救起來 所以同意了醫生這個治療方式 所以我們也有做了電療 這樣 所以我總共做了五次的化療跟五次的電療 那當然化療 剛剛前面說到除了一隻兔之外 再來就是還有一個比較 應該也是普遍很多有做過化療的病患 都有一個的副作用就是 比較會沒有什麼味覺 吃東西都會變得沒有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一直吐 其實這些我都有 我這些我完全都有 那再來就是在我的這邊 有開到裝一個人工血管 叫做Protat 然後裝一個人工血管 早上的手術 然後我父母我爸把我抱著 然後在手術房等 等待輪到我這樣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爸問我說 你會不會緊張 然後當時其實我是跟我爸說不會 對當時我才五歲喔 然後我跟我爸說不會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知道說 因為跟他們說會的話 他們其實也只會擔心 所以我不想讓他們擔心吧 所以當時我就跟我爸說不會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當時輪到我了 他醫生出來 然後從我爸手中把我接走 就是抱走 然後就一個往手術房裡面去嘛 然後我真的是等到那個手術房門 這樣蓋起來 就是我的視線 就是看著我爸媽 然後等到這個門關起來的那一瞬間 我確定我爸媽看不到我之後 我才放聲大哭 因為其實 因為當時我真的太小了 所以面對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還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所以這份是我一個 童年的一個記憶吧 對然後後來就是化療跟電療 然後有成功的把癌細胞控制住 這樣 只是說當時因為我腰椎的腫瘤太嚴重了 所以有壓傷到我的肌水的中速神經 所以就導致我下半身癱瘓 然後從事都必須要依靠輪椅來行動 所以這就是我一整個生病的過程 生病之後遇到的一些問題就是 其實因為我算是下半身不能走路嘛 那其實這個間接會影響到很多很多的身體的器官 所以像我導致我下半身血液循環不好 再來就是因為我已經長時間沒有走路了 所以我下半身會慢慢的萎縮 再來就是我的上廁所的部分 也會有比較多的問題 像我很容易滅到到發炎 因為畢竟下半身沒有自覺 這潛入整個神經系統 所以會導致說你的糖光啊 或者你的腸子啊 甚至你的胃那些都會漸漸影響到 所以我很常滅到到發炎 還常要吃藥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都坐著的關係 所以我也消化比較不好 我腸胃也都不好 所以我等於說要常常要吃一些保健食品來保護自己的腸胃道 所以這算是我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下半身因為沒有自覺的關係 所以我如果下半身有受傷傷口很難復原 因為我血液比較難循環嘛 跑得比較慢 所以我如果有傷口的話 比如說在我手上如果說有個擦傷 我可能兩三天就好了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我的腳的話 可能就要一兩週才會好 數十倍慢的速度才能好 所以這也算是令我最需要注意以及小心的一個地方 其實說真的耶 如果面對我這個心理狀態的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路到我高中之後才有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可能是因為比較小的時候就生病了嘛 所以有點像是我從小被灌輸的觀念就是應該要生病 應該要打針應該要吃藥等等等等的 所以其實在我國小國中階段其實對於生病做倫理還有很多的不便的那些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吧 就是可能也是因為比較小是比較天真的關係 所以其實當時說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一路到我高中 這天懂事之後也這天知道自己跟別人是越來越不一樣的時候 確實在我高中是我人生最自卑的一個階段 因為當時就覺得自己跟別人很不一樣 所以我高中讀書的時候我在班上其實非常的安靜 非常的內向 所以當時高中我也變得非常的害怕講話 然後害怕講錯話 這樣 那你說用什麼方式去克服這些心理層面 其實是說真的 我們都是第一次 就是我相信每個生命鬥士都是第一次遇到這些問題 包含他的家人也都是第一次遇到這些問題 所以我必須老實說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 就只是你盡量去找你喜歡做的事情 去做你想做的 然後家人的陪伴朋友的陪伴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 就是透過在你生活當中找尋的快樂去彌補你所現在的痛苦 我覺得其實就只是這樣而已 求學階段 因為我算是從幼稚園我大概只讀了一半 因為我是中班開始生病嘛 所以我中班只讀了半學期就是中上 然後下一期就開始生病沒有讀 然後一路到治療結束之後 也已經小學一年級了 但因為當時剛康復的關係 我狀態不太好 而且我也很深刻 那時候打完化療之後 其實我身體都沒有抵抗力 我很常生病那時候很常就是 回到家沒多久就發燒啊 然後就跑醫院等等 所以當時的上學 像一年級我們就向政府申請 就是在家教育 所以那時候就是有跟特殊學校 就是有申請吧 然後老師有來家裡教我 過小一年級的時候 就來家裡教我兩個小時 等於就是兩堂課 小二開始就是有跟 離我家最近的國小 就那種走路幾分鐘就會到了那種 然後就是有去 也是有去跟學校去談 然後就是說能不能讓我去他們 學校就是就讀 因為當時考量到我的身體因素 因為像我不太能做太久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一開始上課 都為了只有上兩堂課 就是比如說一天 一天是八堂課好了 我只有上兩堂 這樣 然後我覺得我最厲害的是 我們那時候還有參加段考 但當然啦 因為我其他課都沒有上過嘛 所以當然在段考的成績 當然就是非常的慘 都是做一名這樣 除了一段 我就國小算是我成績最差的時候 我是一路到小學四年級開始 就是才跟大家一起上一整天的課程 對 所以在前面我都是上兩堂 上兩堂 這樣 然後課業算是極度的跟不上 就是考試一定是最後一名 可是那個每次考試 那個最後一名一定就是我 就是一定是我的名字這樣 一路到差不多五年級 六年級那時候才開始有 慢慢的慢慢的 可以贏過一兩個 然後兩三個這樣 就算是我自己的 也可以說是進步啦 就是真的是一個進步 剛剛前面因為有提到說 我高中是我最自卑的時候 我在大學之後 我就想要做一個改編 因為我高中真的太安靜了 而且我不敢跟人家講話 所以在我大學之後 我就一人決然的 加入一個表演性社團 因為你們也知道就是 有在關注我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 本身有在學樂器 然後我學最久的是長笛 長笛大概從我小學五年級開始學了 所以那時候大學我加入管樂社 之後就 那時候真的是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下這個決心去參加 這種表演性社團 來增加自己的膽量 這樣 然後大學時期也是改變我最多的 因為我在大學的 有很多機會的關係 就是一開始大學讀了科系 是比較算是會常常辦活動的 所以我然後每次辦活動 我都會參加 當時我們的班導師 也是我們的系主人 所以當時只要有活動 我的系主人就一直推我去表演 然後去參加 所以慢慢的就累積了我很多很多很多的 膽量跟自信 然後後來加入這個管樂社 也是到處去表演之後 你會發現 開始台下會有人會為你掌聲 給你鼓勵 然後也 因為你都常常曝光嘛 所以說 學校也會有很多同學 慢慢的會來追蹤你 然後留言給你加油打氣 所以慢慢的就累積我的自信 所以就一路到現在吧 所以 我覺得大學真的是我最感人 也是我 記憶最深的一個階段 因為它真的改變我人生太多 就包含我現在能在鏡頭面前 可以非常的順暢去講這些東西 然後也包含我就是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去做演講 都是因為大學 然後這些經歷的關係 而讓我變得很能敢說話 然後敢表達 然後敢分享自己的一切一切這樣 人生本來就不是那麼的如意的 而且 上帝讓你來這個世界就是會交付給你許多的任務 至少我是這樣告訴我自己的 就是每當遇到愧感挫折的時候 我都會這樣告訴自己 就是這個是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必須要去學習的一件事情 可以這邊跟你們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打計程車的時候 然後其實那個計程車司機的人很好 他就 他當時對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是軀殼不一樣 但我們的靈魂是一樣的 所以 我也是透過這句話 當時我聽這句話之後 我真的很感動 就是 其實世界一直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靈魂都一樣 不管 你長得 你是高海胖瘦 或者說 你可能 行動不便 或者你天生下來 你沒有手或腳 但是 我們這些東西都只是我們的軀殼 不太一樣而已 但其實我們內心的靈魂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記得在我大學那時候 社團表演那時候吧 我們那時候社團有一個成果發表 我相信大家讀過大學 有玩過社團的人都知道 其實成果發表就是把你這一學期 你在社團上面 學到的東西 來做一個成果展的一個概念 我記得當時 我們 練了五六首的歌曲 要在這個成果發表會上面演奏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在我 表演的前一天 半夜我發高燒 我真的是發高燒 因為我面要到又發炎了 我只要每次面要到發炎 我一定是高燒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一路往常的 跑急診 然後 急診斷就是抽血嘛 然後一堆檢查 結果就是 我發燒就是因為細菌 已經 跑到血液裡面了 所以才會發燒 而且當時醫生就說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敗血症 然後醫生 希望我住院 希望我住院 打抗生素 去壓制這些細菌 但是其實因為其實 這件事情 一直是在我人生當中 一直發生的 這件事情從來沒有停過 然後就是 我從小到大就是一直發燒 一直生病 一直住院 然後吃藥 所以就是 可能站在一個 可能沒有 比較少生病的人 來說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但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的家人來說 就是 這已經快算是一個 家常標本的事情了 所以我當時 其實我評估我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覺得我還可以 所以當時我跟醫生說 醫生你能不能開藥就好 讓我回去吃 因為 我明天有一個很重要的表演 我想要參加 我為了這個表演 我練習了 一整個學期 所以 我不想要因為 我的身體關係 我就 失去了這個機會 然後當時我也有說服我父母 最近也是我父母同意的 然後 醫生就說好 但是因為你的狀況其實 有一定的危險性 所以如果說 你要 出院的話 你 我們這邊會希望 你簽一張免責同意書 這張免責就是 日後你的身體 有出任何狀況 本院不負責 我當時我就簽了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 我好像在 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但是我跟各位說 真的不是 因為從小到大 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是因為自己的身體狀況 而不能去做 真的太多了 太多 那時候我就是 我的心態就是變成說 我不想要再收到 我自己的身體的限制 我想要去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 當天我就出院 然後 醫生開藥 開抗生素 跟退消藥 給我吃 有天 我雖然說身體狀況還是 還是發燥還是不舒服 但我還是這樣子 一個是會去上場 然後 做完成 成果發表 當時成果發表結束之後 我說真的 我沒有後悔 我當時做的決定 如果 以現在來看的話 你現在問我 我當時做的決定 現在讓我選一次 我會不會再選擇一次 我告訴你我會 會 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當那一次的表演 是讓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終於不用 因為受到自己身體的因素關係 而去限制 就是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當下我表演完之後 我真的內心很開心 但是 說不上那種開心感 所以在後面 我的人生的捉鳴 其實我這句話 我也常常在IG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並不是 生命的長度 就是 生命的溫度 這句話意思是說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很多人會希望自己可以 活得比較久 等等之類的 可是對我來說 生命的長短 並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你能在 有限的生命過程當中 把自己 活得很精彩 然後 做你自己想做的 過你自己想過人生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句話呢 我也很常 在我的演講裡面說 因為對我來說 這句話 是從我自己的人生當中 體會出來的 所以 現在我也 把這句話 送給正在收看的你們 好啦 影片到這 差不多要結束了 感謝耐心收看影片的你們 觀賞了我的人生的故事 那最後呢 想要跟大家 送給大家幾句話 我今天很常在YouTube上面 看一部影片 一部電影 到後面呢 他的一句話 我聽得很喜歡 他說 英國首相 邱吉爾曾經說過 成功並非終點 失敗也並非終結 唯有前進的勇氣 長存 這句話其實我聽得很喜歡 其實這句話在我們心裡當中 也是應該拿來用到的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有前進的勇氣 面對更多的困難 那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傅里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我的影片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 也可以多多到我的FB IG去按讚我 然後訂閱我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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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